他问他的妇产科医生 那他这个还在也可以被留 所以这个孩子必须被拿掉 听到这个你们可能会觉得说 他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 会 他就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了 每年都还是会发生几百例 就是我们会希望能够因为我们的谨慎 而把它降到最低 各位豆粉们你们好 不论你是红豆、绿豆、大红豆 我会吃好你的青春豆 今天我们又要聊聊口服A酸啦 口服A酸如果说最近大家有在吃的话 不论你今天是在我们诊所 或是在任何的皮肤科 你应该会发现医生会做一件事情 让你非常的讨厌 如果你是女性的话 医生他就会叫你开始验孕 那我们先讲说为什么突然之间 以前拿都好好的啊 为什么突然之间要开始验孕 是因为任何的药物里面 他都有一个叫做仿单的东西 这个是口服A酸的仿单 仿单这件事情呢 就是它是一个叫最高指导原则 这个上面它会说明了 所有可能会发生的副作用 好然后药物动力学啊 然后该注意的事情 这个仿单它是有法律效令的 医生如果他今天开了这个药 发生了任何的问题 如果医生没有遵照这个仿单上面走 医生是需要负起很大的责任 就是因为最近访单更改了 好它上面写明文规定就是需要每一个月 在拿药之前需要验孕 我因注意而未注意而导致病人 例如说怀孕了 然后生出脊胎宝宝 那医生就要负责 这个是基于保护病人 我们才规定病人在拿药 女性病人拿药之前一定要验孕 为什么会开始要验孕呢 是因为其实口服A酸它最大的副作用 我觉得其他的副作用对我来讲 它并不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口服A酸它最大的副作用 其实就在于说它会致肌胎性 对于女孩子只有女孩子 女孩子它会致肌胎性 那所以如果说你今天你不小心 你可能吃了一颗药之后 你今天晚上你怀孕了 你就有可能会生出鸡胎宝宝 那因为人命关天 好每一个生命都是可贵的 所以还是得言喻 那病人很多很多病人都说 我就知道啦 你都已经再三交代啦 你也就是网路上啊 包装杂志上面也通通都写啦 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 吃口服A酸有可能会造成鸡胎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这么反复的 做这个动作呢 是因为就是会有人 就是会有漏网之余 就是会病人会不听话 然后就是会发生 这个药呢它是罗斯药产出的 好那我们去追查了一下原因 去年年底啦 其实我就收到了一个函 为什么他们要开始要求 医生每一个月都要验孕 是因为在美国 有被报道出来的 医生一定都是再三强调 就是说一定要避孕啊 两种避孕措施啊 可是呢每年啊都还是会发生几百例 我曾经还看过一个更夸张 在英国的报道 上千例的 就是历史以来上千例的这些案例 就是因为吃口服A酸和怀孕的 这个真的是我们希望能够是零 好但是永远不可能是零 就是我们会希望能够 因为我们的小心 因为我们的谨慎 而把它降到最低 去年有一个案例 一对夫妻的太太来 她开始吃口服A酸 然后我们也再次强调 就是说绝对不能怀孕 要有两种避孕措施 然后你才可以开始吃口服A酸 好病人开始吃了口服A酸之后 一个月她就怀孕了 当然她问她的妇产科医生 那她这个孩子还可以被留 妇产科医师说 这个基胎的风险就非常的高 所以这个孩子必须被拿掉 听到这个你们可能会觉得说 她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 会 她就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了 为什么这一个女孩子 就是会让这件事情发生呢 就是这个都是莫非定律 她们是一对 一对夫妻 然后一直在受不孕症的治疗 然后也治疗了大概十几年 一直都没有怀孕 好 然后所以最后她们就放 她们就认为说她们怀不了孕了 然后也就放弃了 放弃治疗了 然后也没有避孕 就在吃口服A酸的第二个月 她就怀孕了 如果我今天我是病人 我会超级崩溃 然后我们医生听到这个故事 因为这个故事是从 是从别的医生传到我耳朵里面来的 我会觉得说这真的是 就是何其无辜 病人会很难过 我们听到这故事当然 我们当然没有她难过 但是我们也觉得说 我的天啊 这件事情是不可以再发生了 所以在我们诊所里面 我们非常的严格 反正就是一手加监韵棒 然后一手给你A酸 也请大家体谅我们的诊所的内部的医疗人员 好 不论是护理师柜台小姐 或是钥匙 请不要给她们白眼 她们也是非常辛苦 她们每天都在被病人骂 为什么我要盐韵 以前都没有 好 不好意思 真的非常不好意思 就是我就是要一手盐韵棒 一手咬 好 以上就是现在吃口服A酸 就是要盐韵 一个小小的改变 祝大家新年一颗兜兜都不要涨 喜欢我录这些教育短片的like 还有share我的youtubechannel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